鳳姐 狗奴請注意 架中的汪主人你真的了解嗎 我覺得竹竹是一大勁敵 狗狗的寵物中醫她都學過 對 狗人認知識 我今天要看豪奴 答題的不是Oreo 是小拳 然後狗狗這樣的行為是什麼原因呢 一定是冰 就是怕熱 它就是散熱 爽帥 有沒有 他們都在爽帥 有沒有 我也有 你有嗎 這麼無聊 你不要投射自己的想法 所以答案是 答案喔 然後計時60秒 只要沒有吃餐點的話就過關了 好 我還不甘願 就令他安安 他坐到自己尾巴了 聞到我的臉 沒有… 對… 用這一招啊 竟然端出牛排這個很糟 對 他在打抖 他在腳尾多在抖耶 抖到不行喔 好危難喔 不可以喔 不 包吳布 四身布 不可以… 包緊張 Let's go 狗狗心樂園啦 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來 第二的朋友們 你也是狗奴嗎 兩位 我跟你講 剛剛有兩位美女 兩位帥哥 是…怎麼了 狗比男人可靠多了 對不對 狗真的不會背叛你 真的不會 除非有好吃的啦 趙婷應該對不對 這個情感路上老是被騙 有嗎 狗不會騙也沒有 我是合夥比較容易被騙 情感沒有 對 你這隻婉丸 非常會合照耶 牠從頭尾都是Ready在鏡頭裡 而且可能有這種狀況 模特兒的狀態 但是剛剛拍錄前還好喔 對 但牠發現好像現在開始錄影了 的時候牠就Ready了 對 牠就Ready耶 好專業喔 婉婉就六歲的小男生 牠這個應該是台灣土狗吧 對 牠是台灣土狗米克斯 分享一下妳這可愛的婉婉 有沒有跟她一些這個故事 妳們有一起合作過嗎 牠就可憐巴巴 我們沒有一起合作過 但是婉婉拍過的電視劇 電影 MV跟廣告好像比我多 很多 真的喔 然後你看這麼穩定耶 你看我今天有這個通告 也是因為牠 好像也是 好像有牠我比較值得看耶 但我們今天是要考主人的知識 對犬類說養狗… 你真的有這麼懂嗎 隔壁這位是 發豆是吧 對 發豆 才兩歲 怎麼突然養一隻發豆呢 小朋友他們說要養蟲 是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 有什麼好玩的 發豆 牠不能照鏡子 因為太醜 對 太醜 真的 為什麼是 太醜 她有一次 她有一次 她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照鏡子 然後發現太醜 跑到旁邊 被自己醜到 從那次之後就沒有再照顧鏡子了 怎麼可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算了啦 好 GoDen… 這個有可能他不是說謊好不好 真的 康康有跟我講過同樣的情況 照鏡子吐了 都沒有鏡子 這是一個病症啦這樣子 這是真的 好 再來是竹竹 竹竹的多多綠已經10歲囉 對 多多綠算是 狐狸 狐狸狗 然後牠算是跟著我一起變老 因為我是從牠0歲就開始癢 妳們兩個擺在一起完全是 無違和 同一組對不對 對 就是長一樣 少女 什麼… 跟狐狸狗跟… 我差一點講狐狸鏡 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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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子 牠個性的 因為牠是水瓶座 所以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對 我也搞不太清楚牠在幹嘛 然後牠有牠自己的想法 牠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叫也叫不來 狐狸犬應該算聰明的 對 牠其實很聰明 OK 對 然後牠是滿懂得察言觀色 看你的臉色 是 如果你真的 今天開始有點微怒叫牠 牠就會來 但平常 這個都看得出來跟妳們是生活在 很親啊 很熟 對 那個撒基努這一隻就不熟 沒有 牠怕是 不是 借來的 牠怕是 牠真的怕是 可是我們今天要考知識題 我覺得竹竹是一大勁敵 因為牠連狗狗的寵物中醫 牠都學過 對 太嚴重了 對 因為我這個人很好學 然後之前就看網路上的那種課程 是那種狗狗課程 然後就可以報名 就是現在不是很流行狗狗鮮食 給狗狗吃鮮食 然後狗狗養生 然後狗狗中醫 然後狗狗什麼針灸 牠們也可以把脈 對 然後有穴位這樣 對 因為現在其實 我只想問妳 妳有這麼孝順妳父母嗎 對啊 對啦 以後爸媽可能 來…新手爸爸 來… 來 歡迎翔全 Oreo 大家好 Oreo Oreo 8歲Oreo 別記牧羊全 這次有見過 對 他有來我節目過 然後其實滿感動 因為翔全來我們節目兩次 第一次那天是帶了 余天大哥的狗狗來 就完全就是租戒犬的概念 完全不熟悉 就第二次 有沒有 帶Oreo來 然後說牠們可以一起丟球或什麼的 球丟出去直接砸Oreo的臉 Oreo跑掉這樣 對 我不覺得你跟你的狗是熟的耶 是沒時間陪牠 8歲了耶 沒有 牠是很聰明的狗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家最多是養十隻喔 對狗的認識 姿勢 拜託 這個狗其實也是有故事性的 怎麼了 Oreo 這是… 其實牠雖然有點被扮氣 牠那時候可能跟牠的女朋友 牠們都一起養的 反正沒有辦法養了 後來牠不想養了 牠就丟給牠的阿嬤 牠阿嬤把牠關在頂樓的一個 很小的地方一個籠子裡面 好可憐 然後很可憐 所以牠的後肢是萎縮的 然後牠皮膚也不好 皮膚也不好 然後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剛好跟我女朋友在看 本來在看就是在看領養的狗 我們就在看了 牠剛好說我姊夫的朋友 我和姊就說他有一隻 然後傳照片給我看 你要不要養Oreo 要不要養牠 我說好 那邊境很聰明 八歲小孩的智商 的智商 其實很聰明耶 我今天看好妳這邊 有…有機會喔 答題的不是Oreo 是詳犬 今天的第四名 我也已經先預作判斷了 不可能吧 你已經知道是誰了 應該就是帶兒子來上節目 兒子有話講 爸爸會有第四名嗎 爸爸…有沒有第四名的可能 有沒有 不要第四名 第三名也可以 第三名就好了 第三名你就滿足了 不太看好妳啦 請說不太委婉的 獎金五千塊錢給狗狗加菜金好不好 好… 來 第一道題目請出題 好 第一題 人在疲累想睡覺的時候會打哈欠 狗狗也會打哈欠 尤其當你跟狗狗對看的時候 請問狗狗打哈欠代表什麼意思呢 A 焦慮 B 不耐煩 C 想睡覺 或是D 感到無聊 請作答 難度很高了吧 狗狗打哈欠 這有點硬耶 不是 就是公平一樣嗎 對 只有一個 只能選一個 當然啊 對 但其實在科學上 目前據說人類為什麼打哈欠 科學家還沒有找出真正的原因 缺氧 觀眾朋友一起猜一起來 3 2 1 請亮答案 好 我們看到答案是 全部人 A 豬… 來 只有你覺得是焦慮啊 少小提 因為基本上打哈欠 這種我們會判定是 就是狗狗的安定動作 為了讓自己安定 對 他可能會一直平凡的舔舌頭 打哈欠 或者是像是一般一種 一直舔自己的腳 都有可能是因為焦慮 舔腳不是因為無聊嗎 OK 好 來 Sagiru覺得是感到無聊 對 因為他的答案 選A的原因是因為他那一隻 是用在他這隻米克斯身上 如果是用在法多身上 他就是感到無聊 對 他隨時好像都一臉很無聊的 這樣子耶 他就…就是無聊 我之前有看過他說 主人如果打哈欠 狗狗也會跟著打 他就是模仿 就是看你在幹嘛就模仿 他就是閒閒沒事做無聊嘛 然後觀察主人在幹嘛 你打哈欠就跟著你 翔群也是選擇感到無聊 因為我常常跟他對看 對看他都會這樣 其實他也不想吃東西 因為他覺得無聊 我覺得他現在就覺得相當無聊 他現在非常無聊 你看他 你先跟他對視看看 對視… 看他會不會打哈欠 他沒反應 好 算了 又是一隻豬借狗的故事 OK 各位 這個答案我也站在A焦慮的身上 我也覺得 到底是不是正確解答 好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A焦慮 就是當狗在教訓牠的時候 每隔幾分鐘很容易就一直打哈欠 有人以為是狗狗聽不懂心不在焉 其實這是牠紓壓的方式 主人想要擁抱狗狗 然後狗狗居然打哈欠 表示他對這個擁抱行為是有壓力的 真的是新的耶 沒有聽過耶 新的耶 真的厲害 對 少年得到1分 對啊 好 下面一題 出題 好 第二題 B 狗狗超級喜歡出去玩 尤其坐在車上時喜歡趁窗或搖下時 把頭探出窗外 請問 狗狗這樣的行為是什麼原因呢 A 吹吹風散熱 B 呼吸外面的空氣 C 想要逃離車內 或是D 享受速度帶來的刺激 請作答 難度很高 3 2 1 舉牌 請看板 B A B 呼吸外面空氣 狗狗牠們會要蒐集不同的氣味 所以像牠們就是 因為帶牠們出去玩 就會到了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牠們就會想要聞這個氣味 知道牠的環境 一定是B OK 來 A 我們 牠就是散熱 對 所以我每次只要擺開 對 而且牠舌頭吐出來 然後風一直這樣吹 好像很涼耶 對… 對 就是散熱 你也覺得是外面空氣 因為裡面其實也不會很熱 要散什麼冷氣都開很強耶 呼吸外面的空氣 妳把門打開它不就是在外面 沒有…牠其實重點是在車上 在車上啊 所以牠其實是想要 想要往外面探索的感覺 想要去看答案也是B 也是呼吸 對 因為我本來想 我本來想如果妳們有一個選擇題 有一個是耍屌的話 我會選耍屌那一題 因為每一個人 有沒有 有沒有經過看到牠帥 擺拍… 耍帥 沒有 牠們都在耍帥 隔壁有車牠要探頭出去 怎麼樣 我有 你有嗎 這麼無聊 你不要投射自己的想法 有一個人我最想考牠的就是妳 我的答案也是BR 因為牠們就是跟邵婷的答案是一樣的 呼吸外面的空氣 對… 因為牠有做那個寵物的節目 你只開一個縫 牠也是一直 因為牠就是要蒐集確認 牠現在在哪裡 然後就是在幹嘛 我們都說狗狗吻狗狗的屁屁是在刷IG 好 剛才一題我也答對 這一題我個人覺得應該是C 想要逃離車 對 原因是什麼 牠想出去玩 經過的每個地方都是新鮮的… 不斷移動的 親手電影一模一模 一模一模 妳不停下來 我要怎麼下去玩呢 我們作為一個狗的人 作為一個狗的人 這句話就不合理 牠吸血肉乾嗎… 我選C啦 好不好 你們選A 我們聽聽看喔 B跟B… B跟B是吧 對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 B呼吸外面的空氣答案 對 YES… 因為狗狗的鼻子 牠嗅覺受體高達3億個 大腦中處理嗅覺的神經元 比我們多了40倍 所以空氣快速流動 牠可以不間斷快速的吸入新的氣味 成為一種刺激 牠情緒就會變越嗨越高興 所以才會把頭伸出去 當然為了安全我們不要這樣做 可是狗狗通常光是這樣聞… 嗅吸對牠來說 就是非常累的一件事囉 想消耗體力沒有一定要讓牠跑喔 兩題都對 好 下面到題目 出題 好 再來這一題 家中狗狗老愛把吃不完的食物藏起來 等到發現水已經腐爛 瀰漫臭味 甚至招來蟑螂 老鼠 究竟狗狗藏食物的原因是什麼呢 A 想要分給同伴吃 B 用餐環境不安全 C 怕以後沒有東西吃 或是D 怕沒吃完會被罵 請作答 Bingo就有非常嚴重藏食物的習慣 非常之嚴重 那個沙發裡面都要檢查一下 對 而且之前牠還會來攝影棚 然後會把食物藏起來 下一次來的時候 牠就先去牠藏那些地方找 牠都知道藏在哪裡 對 然後每一次都會被 打扫阿姨的成果下爛 因為打扫阿姨都整理完了嘛 我們棚內這麼乾淨 結果牠衝過去一推開牠椅子 牠就這種 我的起司呢 就是每一個點牠都要嚇爛一次 超可愛 1 2 3 來 看一下 祥賢露臉了 對 祥賢露臉了 怕以後沒東西吃 對 其實我是用隨便猜的啦 我是用隨便猜的啦 我是用三句法 因為其他的不合理啊 對 其他不合理啊 想要分給同伴吃 什麼意思 因為在古代來講 獵人他分享這個瘦肉 給這個狗來吃 對不對 所以這一餐吃一些差不多飽了 我剩下就把它藏起來 對 沒食物吃的時候 我再來吃這個食物 大概是這樣 其他人都是選擇 這一題再不對的話好不好 怎麼樣 你那個戀子就來戀我的脖子 什麼 Nado 你怎麼了 直接看答案了啦 好 來 正確答案是C啦 C啦 基因啦 遺產基因的古代 怎麼會講得很清楚 這個但是跟獵人無關 是因為古代狗狗收取食物 比較不容易 牠們基因跟獵人沒有關係 有 當然有 就是古代 你看嘛 這個古代的時候 狗狗搜索食物嘛 後來變成狗狗變成人養的時候 牠這個基因才在身上嘛 對 所以這個答案是講出所謂然 我是講出所謂然之所以然嘛 我不接受 因為跟獵人就沒有關係 有 這個是我忘記最根本的一個答案 狗本來就是住在原始的環境裡面 沒有…我們一天獵狗 我們只會餵一餐而已 所以牠那一餐牠會特別的珍惜 如果牠吃飽牠真的會外膽 真的 有的時候餵狗吃太好 你都餵冰狗吃肉什麼 然後牠就吃了一堆 牠冰狗反而是唯一唯不想吃 沒興趣 對 沒有欣欣 我爸也是這樣 我爸一個禮拜牠叫 牠叫五千塊的零食耶 給狗吃耶 對 你上次有說 兩個小時就三隻狗狗 現在只剩三隻 然後三隻狗狗丟三片 一人丟三片 以後會吃更快 因為牠可能會連你的女兒一起餵 不要吃那個啦 不要吃那個啦 這個就對了 怕以後沒東西吃啦 恭喜祥辰得一分喔 這個是懂得儲存的道理 好 下面一題處理 好 俗話說狗改不了吃屎 這也是許多主人頭痛的問題之一 狗狗總是喜歡吃自己的便便 而且吃完還跑來舔你 親親你 請問以下何者 不是讓狗狗吃大便的原因 A 怕被主人處罰 B 食物消化不完全 C 營養不良的徵兆 或是D 發禽期的症狀 請作答 只有一個不是喔 有一個不是 只有一個不是 對 3 2 1 請亮答案 好 有三位答對 有一位答錯 營養不良的徵兆 我覺得D應該是對的 Ariel 不是Ariel選擇C 是宇翔選擇 對 我選擇C啊 為什麼 因為我就覺得 我剛剛本來想B跟C選擇一個 不是吃這個的原因 對 因為我有看過我們家的狗 Ariel並沒有 可有看過有黃金 他就真的去吃大便 然後被我看到 那我們來公布正確答案囉 OK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第一發禽期的症狀 這不是他吃大便的原因 是… OK 剛剛講那三件都是 因為便便在這裡老師會被罵 不要害羞 妳不會吃吃就好了 對…因為主人看不見 他們沒有辦法連結到說 因為我在這裡瀑布會被罵 他消化不好的時候 不完全 食物還是食物 對 裡面還有食物 還有食物所以他就會吃 他會聞得到 以為可以吃 對 消化不完全也是 再來第三個 其實跟營養不良有點關係 因為以前健康時沒有嘛 賣到 賣入老年期 開始吃糞便是因為身體營養不良 然後缺乏礦物質和維生素的徵兆 需要多加注意狗狗的營養攝取 所以如果是年長的狗狗 這樣行為的話 大家都要多注意囉 少年 煩不冷 沒有 錯了一題… 對 搖搖領形 錯一題還是3分 傻基努1分 竹竹2分 翔全2分 我事前預判到現在沒有 準 準 真的太強了啦 我們的發豆加油 來 下面一題出題 好 接下來我們要實作題囉 我們要考驗各位跟狗狗關係如何 狗狗定力大測驗 好的 現在你打開之後看到肉肉 我就開始計時 是 然後過程中我還是可以叫他等等嗎 當然了 可以… 計時60秒 只要沒有動作去吃這面前 可口的餐點的話就過關了 好 沒問題 就得1分喔 有偷吃就淘汰喔 好 預備 請先蓋 馬丁喔 玩完馬丁喔 開始了 她很乖耶 她在聞了… 而且她也沒有煮 可是她有甜嘴巴… 可是她沒有往前 可以吃… 她沒有往前 影響選手… 來 馬丁喔 馬丁喔 可以喔 OK 可以了… 乙巴油的咧 沒問題的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媽已經打對三分 妳不用再對了 妖言活動 你看她的小乙巴 馬丁喔 馬丁 可以… 去吃… 聽不到喔 好 等等 可以吃了 真的可以吃嗎 可以 對 OK 好賺成喔 好棒… 沒有很乖 好像很容易耶 她是愛吃的耶 而且她真的很厲害 這牛肉還不愛吃耶 這我剛剛在外面煎過 煎到聞到我都餓了耶 竟然端出牛排這個很糟 太爽了… 來 第二盤準備 還舔盤耶 好歹 令人擔憂的一次 很緊張 Golden 好奇態喔 定力更不夠 Golden是真的有點微扒眼 不可以喔 好 Golden不可以喔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Golden 還沒吃… 他沒吃… 不可以喔 不 伯物不 四身不 不可以喔 Golden過來… 你會怕你耶 你不可以… 過來… Golden可以啦 OK… Golden Golden 好緊張喔 爸爸他有威嚴喔 坐下… 連盤子都吃掉了 妳過來… 符合理上 Golden 這樣算出局的嗎 Golden… Golden 他跑出門口耶 他跑出攝影棚的 Sakino不要為了上節目 就豬一隻狗這樣 Golden 牠真的是你的嗎 對啊 是啦 叫牠來吃… Golden來 對啊 給牠吃了啦 算了啦 恭喜 過關 竟然過關了 他用這個方式也過了 他剛剛在邊邊 差一點 差一點點 Golden 第三隻狗狗 我們的多多慮 歡迎潘映竹 請就位聽位 等等… 等等喔 好 No No 開始了 等喔 等等 綠綠等等喔 牠好像沒發現耶 等等 牠被自己的毛擋 對…視線上比較不好 好 等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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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就長得特別優雅 優雅 牠真的很優雅 整個氛圍感跟剛剛不一樣 完全不同 剛剛好粗暴 粗暴美學 忽然有點輕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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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No 等 憲哥再近一點… 等喔 我確定看到… 等喔 等喔 他在發抖了 他在發抖了 他的腳耳朵在抖耶 他的耳朵在發抖 抖到不行喔 好為難喔 好為難喔 好可怕 跟他同框的Golden 好像在笑他 No No 等等 No No Golden想說 妳不要吃我吃喔 剛才沒吃到 還沒喔 他整個人在發抖耶 而且他的後腳只一直往後撈 一直往後撈… 他很腳… 他腳很滑 因為他是一個狐狸 OK 很腳滑 可以吃的 Go OK 吃… 該不會現在才看到吧 來 吃 有了…意識到 好優雅 他很優雅 怎麼把它吃成大餐啊 好厲害喔 對 他真的就慢慢優雅的吃 對… 我跟你講這Hershie兩秒之光 高級 有三隻都得分啦 好棒喔你 好棒喔你 換我們了… 換我們了… 來… 對 好 可以了… 開始 No No… Stay 他很不甘願 重力難按 他坐到自己尾巴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他… Down… OK Stay Stay 好敢用這一招啊 我們可以臨床好不好 對 No… Ariel Ariel吃 No OK Go Ariel OK Ariel開動 Go Let's take it Ariel go Come on OK 等一下… No… OK… 好香喔 OK OK Good bo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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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可愛喔 好猛喔 好可愛喔 聽話吧… 恭喜四位主人 全部都全數過關 有面子… 好厲害 你看 都被吃了… 課完了… 你知道現在Gordon的心情 沒有門的事… 走了… 他還在等刀叉咧 OK 目前的分數 沒了啦… 哨庭4分 撒基努2分 叛逸3分 余祥犬也是3分 接著下來我們要拷問的是 吃個飯這麼難 狗狗要怎麼吃才健康 第一道題目 來 處理 狗狗挑食食慾不證實 在主食裡添加哪一種味道 能夠有效增加狗狗的食慾呢 什麼味道 檸檬汁 B 肉桂粉 C 新鮮香草 或是D 乳酪片 請作答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加什麼東西 可以讓牠增加食慾啊 不知道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們家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3 2 1 舉牌 有這個經驗嗎 有這個經驗 有點猶豫耶 因為我們家的狗狗 也都是放了什麼 就是立刻吃光光的 但是我覺得猶豫C或者是D 因為想說C好像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對 但因為有一些狗狗 如果牠們就是不吃 像不吃藥什麼的 會用那種小乳酪球包著 對… 想說有可能吧 因為去牠們最沒有辦法抵抗了 香草 其實以前我們家養的那個土狗 有沒有 就是牠不吃飯的時候 牠會偶爾會去山區裡面 牠會去找一些野草來吃 那是牠肚子不舒服 對啊 就是牠食慾不振的時候 就是牠不想吃東西 牠反而會去吃草 竹竹呢 竹竹 第一是因為我很直覺 我覺得乳酪應該 你放上去牠絕對會吃 對 然後像我之前 對 像我之前 把牠放在牠的飼料裡面 然後牠竟然把乳酪挑出來吃掉 然後把下面 對 然後把下面東西留著 對 那個起司 對牠們來講沒有怕敵人對不對 對 而且…零食 你以零食來看 你看有檸檬汁的零食嗎 沒有 肉桂粉的零食嗎 沒有 新鮮香草的 沒有啊 乳酪片它就有出一條的 有出一條的 肉桂粉應該是辣辣的 對牠們來說 肉桂應該太刺別了 牠們反而不喜歡 而且檸檬的酸 牠們吃得出來 正確解答會不會讓我們嚇一跳呢 來 來 這個答案當然是低乳酪 天啊 這個沒有錯 牠們完全是靠嗅覺 來判斷食物有沒有美味 所以其實食物就算本身不好吃 只要聞起來夠香 對狗哥來說就是很好吃了 牠們喜歡的例如說起司 還有腥味 肉味 油脂味 香甜的味道 對牠們來說都很讚 當然乳酪裡面 有大量的鈣還有蛋白質 還有益生菌 可以促進腸道功能跟消化 可以舒緩腸胃敏感的問題 增加免疫系統 對狗狗算是不錯的食物喔 Superfood 來 下面一道題目請處理 好 每當狗狗用 楚楚可憐的眼神望向你時 人們總會不自覺 將手中的食物與牠分享 但其實有許多人類的美食 對狗狗是致命毒藥 請問 以下哪一種食物不會引起狗狗中毒 A 核桃 B 椰子 C 帶皮馬鈴薯 或是D 葡萄乾 請做答 就是說這四種裡面有三種 是會引起中毒的 這麼厲害啊 只有一個不會 它自己會分辨嗎 不會… 就像有些狗狗殺 吃到就掛了這樣 對 哪一種不會引起中毒 3 2 1 來 請做答 A 這沒什麼好想的 A B C C 大家都猜椰子或是帶皮馬鈴薯 來…椰子 因為牠們會吃椰子油啊 不會 我們其實不知道狗狗會吃椰子油耶 有… 而且椰子這麼大顆 椰子油是很好的植物性的油脂耶 因為它就是放在手上 人體溫就可以加它融化 對 像是有一些奶油是不會化掉的 所以就變成說狗狗吃進去之後 牠會很好被吸收 所以椰子油是好的 所以我想說那應該就椰子吧 OK 對 這是經驗餐 C 就是因為牠好像應該是 就是應該是不會 核桃 那就寫核桃嘛 椰子 寫椰子嘛 馬鈴薯你就寫馬鈴薯就好 它寫帶皮 對 好像是 沒想到 對不對 完蛋了… 所以很有可能正確答案就是 椰子 他拿的是什麼 椰子 是馬鈴薯可以吃 但是皮不能吃 OK 所以狗狗要吃的話 馬鈴薯本身可以皮要去掉 才是對牠們是安全的 葡萄乾 葡萄乾跟葡萄其實都是致命 牠的毒性是皮跟種子 所以要大家注意一下 你乾脆就都不要了啦 還有人說我把皮扒掉了 然後把籽也挑掉 就算了 真的不要 牠不吃葡萄真的不會怎樣 對…牠沒事的 不要讓牠上吐下瀉癱瘓死亡 洋蔥也不能吃 好 半夜在路邊撿到一箱幼犬 只好先帶回家 看著機場碌碌的小狗狗們 等著被餵食 請問一下哪一種食物不適合幼犬 這個也有啊 A 牛奶 B 雞肉泥 C 大骨清湯或是D 蒸蛋 幼犬哪一個不能吃 不能吃啊 這四種我們怎麼看都很安全的東西 對啊 都覺得不可能出事啊 這幾個嬰兒也可以吃 這也有點硬耶 這個 對啊 你看人類的寶寶 吃副食品也可以吃啊 這題真的很難… 請量拿 我不看…我還沒… 這一個吧 好 不約兒童只約大人 全部都選A喔 對 全部是牛奶啊 為什麼 竹竹 因為其實狗狗牠們會有乳糖不耐 然後牛奶 全食牛奶牠那個脂肪量太高 然後小Baby的狗狗牠們的腸胃 沒辦法就是忍受那些會拉肚子 所以可是起司就可以 起司的話就是 就是大家會製作一些那種 就是把乳糖去掉的起司 給他們吃就是很安全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正確答案就是 A 牛奶 恭喜大家答對了 沒錯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的腸胃裡面 還沒有這個乳糖消化 還沒有辦法消化 對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其實就是乳糖不耐症 吃了之後比較容易 放痞 瘴氣 腹瀉嘔吐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牛奶是給牛喝的 所以跟狗媽媽 狗媽媽的母乳跟狗乳比起來 那個比例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能隨便這樣亂味 好 來 下面到我們請出題 好 網路調查 有七成的狗主人承認 狗狗有口臭的問題 認為狗狗口臭很正常 其實狗口臭問題 若不提早解決狗狗到中年 會得到牙周病 請問 以下哪一種食物能改善口臭 A 豬耳朵 B 鳳梨 C 牧糖唇 或是D 綠茶 請選擇 What 牧糖唇就是做代糖那一種 對啊… 好 3 2 1 舉牌 好 來看一下 B C B 冰茶給你猜的是牧糖唇 會有牙周病 其實基本上就是那個糖的那個 攝取量 吃了太多的這個糖分 它不應該叫做代糖 我只是用比較簡單的話 讓你們聽得懂 代糖的意思 就是我可以代替糖布 它只是用調味劑 來取代它的糖分 它是讓你吃起來 是甜的的化學物品 我是選B 鳳梨 因為我是在想說 鳳梨應該是有什麼酵素 或者是什麼東西 對 搞不好可以分解它的 因為造成口臭的什麼原因 會不會那個酸酸的反而更噁心啊 不知道 但是因為綠茶不可能有咖啡因 然後木糖唇是化學的東西 木糖唇對狗狗來說是有毒性的 對 然後它又是很化學的東西 對 我剛剛也是用刪去吧 你直接打臉 對 絕對不可能是C 為什麼會有C 它還是狗戀你就帶 對 來喔 它這題猜對 不可能是C啦 好 來看吧 正確答案居然是 打臉吧 豬耳朵 豬耳朵 裡面不是有軟骨嗎 對啊 狗在啃啃就把那個牙 一些不乾淨的 就能是刷牙有沒有 來結實 我剛剛就在想 因為小量的鳳梨對狗狗來說是好的食物 可是長期食用糖量高 會讓牠們嘴巴呈現酸性 反而是更臭的 然後木糖唇用在什麼 口香糖餅乾 糖果蛋糕 對狗狗致命毒性 務實會牠分泌大量的胰島素 造成嘔吐 癲癩或者是腦部損傷 絕對不行 第一就是剛剛講到的綠茶 沒錯 裡面有咖啡因 這沒有辦法讓牠負荷 所以會上吐下血 也可能導致狗狗死亡 所以真的是絕對打妹 不要說綠茶本身綠茶這個人也不行 對啊 牠怎麼啦 會讓我們的狗接近牠 牠有毒啦 牠有毒啦 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講的不是滷味的豬耳朵 是要嘛就是熟的 軟Q的豬耳朵 或者是已經乾了 那種零食店賣的那一種 硬硬脆脆的豬耳朵 對 下面一題 出題 來 好 剛來到世界的幼犬 小小隻的好可愛 因為人在發育當中 需要四主們多花心思照顧 以下關於三個月內的幼犬 進食方式何者正確 A 乾糧加水後不需要等待 可以馬上使用 B 泡乾糧時需要使用冷水浸泡 C 乾糧泡完後需要先把水瀝乾 或是D 不需要浸泡乾糧 只要吃完後盡快飲水即可 請作答 這個有養過狗狗Baby的應該都知道 3 2 1 請亮答案 少婷的厲害 很厲害 怎麼會啊 我是D 基本上如果就是狗狗已經有 開始長牙齒的話 牠可以自主的咬食食物 就不需要再泡任何的水了 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泡 就牠已經開始吃固態食物 你硬要去泡水的話 反而會讓牠有點消化不良 3個月內 可是3個月內 牠一個月的時候牠還沒有牙齒 差不多2個月到3個月 就會開始轉換食物啦 那個時候牠們已經開始有小尖牙了 媽媽就已經不會想要哺乳 可是如果牠是對的 我一定也是對的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牠是對的話 妳幹嘛 牠的意思是不用加水 你的意思等於是邊吃邊喝 對啊 牠的意思是說吃完趕快喝 對 牠就是不用讓牠加 對啊 兩月是吸又是怎麼樣 泡完要把水都倒掉 就是泡到乾糧軟軟了之後 水要瀝掉 對 不然牠太濕了牠會 水分會涉及太多 它變變會變得很濕 對 其實大家都是滿有趣的 從個人經驗當中猜測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我們有一個正確 三個都是不對的 答案是C 乾糧泡完之後 需要把水先瀝乾 原因是牠的肉犬進食容易嗆到 因為牠是有點用吸的方式在吃 泡乾糧需要有 用溫水比較好 40度左右 然後要再等20分鐘 等乾糧膨脹完全之後再給牠 水分一定要瀝掉 牠如果沒有加水 牠其實是很壓縮的 所以牠會吃太多 所以你加水牠膨脹到三倍左右 牠會吃的是正確的量 而且進到肚子不會再膨脹 牠如果沒有泡的話 到胃裡面牠會膨脹開來 對 反而是危險 會讓牠腹脹 然後脹氣都不舒服 很可怕 現在形成一條龍 7 6 5 4 對 成績最低的是3 6 5 4 2分就是5分 但是也只贏主廚1分而已 加油… 5分 好 再來這五道題目大家加油 就看蘇穎在這裡 公如必修 基礎照護知識 這個妳知道嗎 妳合格嗎 請出題 第一題 狗狗身上哪一個部位 就像人類的指紋一樣 是獨一二 可以作為狗狗的生物辨識用途呢 A 牠的掌紋 B 牠的鼻紋 C 牠的瞳孔 或是D 牠的肛門 請作答 你在什麼時候人家早就答完了 你不要 我們家的狗狗的肛門還滿特別的 A 就是牠的肛門 肛門 我也覺得是肛門 我也答D 牠的肛門我好喜歡看 好喔 太有趣了 1 2 3 見惑 A B E B 亂換消息 鼻紋啊 鼻子吧 我記得牠們每一個狗狗的鼻子 對 都是不同的紋路的 不一樣 A先生 掌紋 掌紋都一樣嗎 掌紋 掌紋啊 每一個狗的掌紋一樣嗎 可是年紀大了就會看不到 對 而且 它會磨損耶 磨損會變很粗糙耶 對 就看不到了我就會磨損啦 如果想說做一點那個對不對 照顧你的正確答案就是 B 鼻紋 每隻狗狗鼻紋跟人類的指紋一樣 之前就 植入晶片的時候要弄鼻紋是不是 對 牠們南韓就有推出一款 透過掃瞄狗狗的鼻紋 拿來辨識身分的寵物登記APP 然後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取代植入晶片 因為畢竟那還是一個小小手術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太擔心 因為其實很多人還會用狗狗 嘗試設定iPhone去解鎖 就之前還有用指紋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過的喔 真的喔 滿有趣… 所以家裡面如果有電子鎖 是不是也可以設定狗的耶 對 會不會到後面 我們連假門都進不去 只有狗可以進去 對 然後要進狗開門 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太多狗都是開門移到 有人來了 進來… 對… 開門移到狗 好 下面一道題目處理 好 許多四主委在出遊的時候 被家中的狗狗 穿上GoPro相機的胸背帶 企圖用牠們的視角出發 了解愛犬眼中所見 但我們看到的影像 真的就是狗狗所看見的畫面嗎 請問 以下哪一個是狗狗看到的世界 題目在我手上 來 A 正常世界 B 藍黃色盲 C 黑白世界 D 紅綠色盲 請作答 應該是這個啦 完完的眉毛上 還有一個像痔一樣的那個點 好可愛 超可愛 好 請亮牌 來 B C 小婷 目前的優勝 她覺得是B 藍黃色盲 B跟D我有一點猶豫 因為我記得狗狗 牠們只能看到兩個顏色 可是藍黃色盲 表示牠看不到藍黃 不是只看得到藍黃嗎 沒有啊 妳看藍黃色盲 這一張藍跟黃不見了 我們今天發現少婷是藍黃 色盲 原來 原來我在今天才知道 來… 小肌嚕是黑白世界 對 是黑白的 如果就以前老人家跟我們講的話 就是如果牠們晚上都能夠 追蹤到獵物的時候 其實牠可以看到的那個感官的世界 就只有黑白色 真的嗎 聽起來狗狗好像有裝紅外線 對啊 好 那主主的答案 D 紅綠色盲 看不到紅色綠色 牠看不到紅綠 牠看得到的東西是藍色黃色 然後都有點灰色調這樣 就像D的那個圖片 就是蒙上一層灰 天啊 好奇妙的感覺喔 對 黑白 你只是想唱吧 對 黑白世界不代表牠看不見 OK 沒有啦 真的啦 看到的世界跟我們看到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 好像是只有黑色跟白色 牠只能看到兩個顏色 OK 牠就不懂為什麼你要叫牠Oreal 對 牠就黑白啦 牠不懂 好 舉出來我們看一下 1 2 3 正確 這位答案當然是D紅綠色嗎 D紅綠色 對 牠們只能看見藍黃跟灰 這三個顏色 所以藍色跟黃色的玩具 最能夠吸引牠們 你買紅色綠色 牠們就是可以看得出濃淡 就灰灰的濃淡 灰接 但它分辨不出來那是不同的顏色 然後你…但是經過訓練 牠就可以按照亮度來判斷紅綠燈 所以像導盲犬牠可以知道 這個濃度是紅燈還是綠燈 然後加上有車流 人流這些聲音 可以幫助牠們判斷這樣子 好的 少廷跟竹竹都是8分喔 我們現在剩下3題 剩下3題喔 兩位8分了 1 2名之爭跟3 4名之爭 對…沒錯 對 不能輸 你那個是贏面子的 好 下面一題請出題 來 狗狗 肉球上的特殊味道讓人欲罷不能 很多主人都說 聞起來有一種爆米花的香氣 真的假的 請問有這個味道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A 皮膚天然的油脂 B 流汗的味道 C 沐浴乳殘留或是D 細菌太多 請作答 3 2 1 應該是這個 請亮答案 好 A跟D A跟D我很猶豫耶 豬豬跟紹婷的答案不一樣 代表有差別 會有輸贏 首分的機會就在這了 流汗的味道 因為牠們的肉球 基本上就是汗線啊 真假的 對 牠們如果有的時候 狗狗跟貓咪牠們緊張的時候 你去摸牠的腳底會濕濕的 對 因為牠的汗線 排汗的地方就是在腳底 可是牠們散熱的地方 不是就是舌頭嗎 對啊 牠們散熱的地方 散熱的地方有鼻子 舌頭跟腳 竹竹呢 妳是選天然的油脂 我剛剛也是A跟B在考慮 但是因為我剛剛是被 這個爆米花的味道 有點干擾到 因為有時候正常 流汗的時候會是爆米花的味道嗎 比較像那個酸梅的味道吧 我想說爆米花會不會是 有另外一個什麼意思 所以你們也會聞狗狗的腳掌嗎 會 然後有時候有點像那種 冬瓜檸檬的味道 會有焦糖的味道 很多人會上頂耶 真的啊 而且什麼工作壓力大 好想回去聞我狗狗的腳 這樣子 牠們說的 我沒有辦法 我對妳只有聞嘴邊肉而已 嘴邊肉我已經不行了 妳的是發豆 妳還聞嘴邊肉 對 牠是嘴邊肉 牠跟兒子剛才說牠有吃過 牠是直接咬嘴邊肉 你覺得是細菌太多 完全就是想跟大家講說 細菌太多 天然油脂的味道 對 我是天然油脂的味道 OK 正確解答就是 對 大家是豬 第一個細菌太多 Nado 細菌太多 真是…這太有趣了 現在變怎麼樣呢 現在就是余祥犬 已經不在這場戰鬥之中了 對 好 邵婷跟竹竹都是8分 Sagio突然爆衝上來一個6分 兩位這個專家都沒有答對 來 下面一道題目出題 好 狗狗經常因為換季搞得慢 屋子毛髮紛飛 不過是屬於正常現象 最怕的是莫名大量掉毛 請問 以下哪個不是 導致狗狗莫名掉毛的原因 A 太平凡的梳毛 B 缺乏日照 C 洗澡次數太過多 或者是D 攝取的鹽分太多 請選擇 Lug毛的原因 莫名大量掉髮 哪一個不是這個原因 B是什麼 缺乏日照 我的是B 應該不是 答案又不一樣了 缺乏日照 日照 為什麼 因為太平凡梳毛一定會掉毛 對 對吧 國外毛細孔 一直平凡的梳 然後甚至你工具又用不對的話 一定會掉毛的 因為梳毛的確會掉毛是一定的 但是它是莫名掉毛 其實狗狗本來就是需要梳毛 你不梳牠反而會掉毛 所以你梳的時候 那個掉是正常在掉 所以我覺得牠反而是需要梳毛 我滿喜歡 就現場莫名其妙 竹竹跟邵婷現在進行了一種 引擎的 對 引擎… 交流… 而且他剛剛講的時候 他還撇了邵婷也說 基本上是會正常掉毛 沒有…我只是走進去 不見得是對了 刺激喔… 冷戰喔 女人最好看 詳詢答案最Q 洗澡次數太多 你覺得這不會影響到掉不掉嗎 對啊 為什麼 妳是幫牠洗澡怎麼幫牠掉毛 牠皮脂線會洗太乾淨 就跟洗頭一樣 你只會的很平凡是幾次呢 一天比起來洗個六次 沒人幫牠洗的 對啊 那就是平凡 一天洗六次 那也太鹹了吧 你養的是有多當 對啊 罰愛泡狗湯 你現在是不是因為已經追不到了 想要破壞這個遊戲 對啊 我們準備好 好 來 大家把答案端在面前 我們看一下 有輸贏了 搞不好偶重 AVBC 這太有趣了 正確答案是 正確單純 對比三次輸 不會造成狗狗掉毛 領先到一個 其實輸毛就跟大家輸頭是一樣 增加血液循環 反而是對它是好的 對…增加血液循環 讓毛髮光澤度變好 然後還有什麼 減少身體的濕氣跟細菌 但是其他的選擇 例如說像是缺乏日照 會讓皮膚免疫力變差容易掉毛 然後洗澡次數太多 會讓皮脂膜洗掉 皮膚太乾也會掉毛 最後第四個 攝取鹽分太多 皮膚會掉毛 腎臟也會受準 所以真的不能吃人類的食物 來 突然間被 被超車了 竹竹9分了 厲害囉 最後一題 出題 每次幫狗狗洗澡都彷彿是人狗大戰 光是天要洗澡兩個字 就讓牠們害怕發抖 甚至張口咬人 請問以下哪一個是導致狗狗 或討厭洗澡的原因 A 用蓮蓬筒沖洗 B 水溫控制在35到38度 C 洗澡過程慢又久 或是D 身處不熟悉的環境 請作答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是牠討厭的原因 這我要認真打這個 站到最後一刻 真的 Fight 牠現在是5分 來 你們可以參考我的答案 偷看…再偷看 隨便猜都可以是 對啊 3 2 1 請亮答案 1 2 3 來…刺激了 刺激了 完了提前鋒王 兩個都選A 來… 要不都對要不都錯好不好 來 這個正確答案就是 A用蓮蓬筒沖洗 真的 因為很多主人喜歡用蓮蓬筒直接沖 但其實對狗狗聽覺來說是很大聲 很恐怖 然後還有蓮蓬筒的水壓太強 會嚇到牠們弄痛牠們 所以牠們通常就會不喜歡洗澡了 所以建議幫狗狗洗澡的話 可以用泡澡的方式幫牠解決 對 然後剛剛講35度到38度 是狗狗洗澡最佳的溫度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我以前還真的會用蓮蓬筒幫牠沖澡 對 我們也是 你就是用人類的邏輯 去思考狗狗的需要 對 那現在臭臭 以後乾脆給牠浴缸 對 用泡的 放水在裡面游泳都OK 用那個撈的這樣輕輕的弄牠 對…用淋的 淋浴 潘映竹竟然是我們今天的5千塊 狗專家耶 5千塊錢的獎金 是的 都是竹竹還有多多綠 多多綠有更多的牛排可以吃了 來 多多綠給妳5千塊獎金 每一個都是愛狗啦 愛牠就不要棄養牠 對不對 人類這個最忠實的朋友就是狗 狗又是比較跟人接近 比較有互動 好玩 貓會比較獨立個性 在貓的世界裡 人類是牠的仆人 對 在狗的世界裡 人類是牠的主人 對 沒錯… 這關係是不太一樣的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大家再見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再次歡迎